同学们大家好 本节课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解函数与指针 我们将分为以下的知识点 第一呢先讲解什么是函数 如何生命一个函数 函数里头涉及到有变量的作用域 第四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函数变量 那么也叫做函数作为值的用法 第五讲解匿名函数 第六讲解臂包 第七讲解地规函数 第八讲解指针 第九讲解函数参数传递 这里都包括值传递与引用传递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指针放在这一章里头来进行讲解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变量的时候 我们说过变量呢分为基本数据类型 也叫原生数据类型 以及复合数据类型或派生数据类型 那么在讲解这个复合数据类型的时候 说过指针函数结构体 这些它们都是并行的都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既然讲解函数指针呢和函数都是并行的 都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指针放在这一章里头来进行讲解 这是因为函数要是搞清楚它的这个参数的传递 那么参数传递里头值传递倒也罢了 要是想说明这个引用传递 势必会涉及到这个指针 所以我们把指针放在这一章里头来讲解 也是为了能够给大家讲明白 什么是引用传递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函数 函数呢是组织好了的 和重复使用的执行特定任务的一个代码块 它可以提高我们应用程序模块性和代码的重复利用性 其实说白了我们写成函数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代码能够有更多的重用性 那么购语言它支持普通函数 匿名函数 从设计上对函数进行了一些优化和改进 让函数呢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那么官方文档中有这么一句话 说购语言的函数呢属于first class 我们要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呢 就说它是属于一董公民 那么其实代表的含义就是函数本身是可以作为值进行传递的 它支持匿名函数和臂包 函数可以满足接口 那么我们会依次给大家讲解到什么叫做函数作为值进行传递 那么讲解完了什么是函数的概念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 如何去声明一个函数呢 那么函数声明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 普通的一个函数我们必须要先声明才能够调用 一个函数的声明呢 包括它的参数以及函数的名字 那么编译器通过这个声明的过程才能了解 函数应该怎样在调用的代码和函数体之间传递参数 和返回相应的一个参数 它的语法结构有别于其他的一些编程语言 这个语法结构呢 它的关键词用的就是FUNC 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几天的讲课中 我们反复的去写一些函数 我们说我们实际上呢 并没有用到它的参数 也没有用到它明显的一个返回值 我们严格的来说呢 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子过程 或者就是一个代码块 那么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是使用了很多这个函数的一个函数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们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今天呢 无外乎是把它更加系统的进行一下的梳理 好 使用FUNC关键词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FUNC关键词后面呢 我们一定要起个函数的名字 那么函数名字后面呢 我们加上一个小括号 这个小括号里头罗列的呢 全都是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呢 自然也就包括有参数的名字 参数的类型 而这些参数列表之间呢 一个一个的参数中间 使用的是逗号来进行分割 那么接下来在后面这部分 这就比较奇怪 因为只有我们的构编程语言中呢 它的语法是属于将返回值 是写在最后的 那么而且这个返回值呢 它还可能是一个返回一个参数列表 所以这是够远特别独特的一方面 也就是说它可以返回有多个值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语法结构的这个示意 首先呢 先是写上FUNC关键词 接下来呢 就写一个函数的名字 接下来在这个圆括号里头呢 我们写上一系列的参数 这个参数里头包括有参数的名字 空格之后呢 是参数的数据类型 然后接下来是括号 里头写上一系列的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包括 这个返回值的这个变量的名字 以及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这些多个返回值之间呢 使用逗号来进行割开 这是它比较规范的一种语言 这个结构 那么事实上呢 等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 这个函数定义的这个解析的时候呢 也会跟大家说过 事实上我们平时在写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完全按照这种形式来写 因为这里头就涉及到 我们有可能没有返回值 有可能只有一个返回值 等等等等 好 那么如果咱们这块是有返回值的 也就是说我在定义的时候 第一行我写了又返回值 那么势必我要在我的这个函数体里头 要加上Return 那么你这个函 返回值的这个参数列表有几项 那么我这个Return 一定也要有几项 必须要保持一致 那么在这个函数体内呢 那自然也就是我们的逻辑代码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的这个定义的语法结构 我们进行解析一下 给大家解释的时候呢 第一个呢 自然也就是函数的一个关键词 它是由Funk来进行开始声明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函数的名字 那么函数的名字 它是要必须符合我们变量命名的一个规范的 它可以有字母 数字 或者下滑线 这三部分组成 但是函数的名字的第一个符号啊 绝对不可以是数字 而且在同一个包内 函数的名字 我们是不能重复的 否则我们的编译器 就会提示我们的错误 好 接下来自然就是参数的列表了 那参数呢 就像是一个站位符 当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参数呢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做形式参数 事实上我们都喜欢把它给缩写成形参 形参 变量是函数的局部变量 也就是说我们所定义的这些形参啊 这些形参也都是有一些变量 而这些变量呢 它实际上都是函数的一个局部变量 当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往我这个函数的这个参数中 传进去一些实际的一些数值 所以呢 我们管这个值呢就叫做实参 参数列表 是指定我们可以参数的类型 我们参数的执行顺序 以及我们参数的个数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列表 实际上给我们展示出来这么多一个消息 好 接下来是参数 它是可选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我可以有多个参数 也可以没有参数 那么接下来呢 是参数类型还可以有一个简写的形式 那么这种简写的形式就这样的 它并不是每次在定义的时候 都一定是一个参数的变量名 加上一个数据类型 当相邻的两个参数 它的数据类型是一致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简写的 或者说是这种省略写法 好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起的名字叫做A 一个参数起的变量名字叫做B 那么两个参数都是int型 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写法呢 就是A空格int 逗号B空格int 但是我们习惯性 给它使用这种简写形式 A逗号B空格int 也就说明我们A和B这两个参数 它的数据类型 都是int数据类型 好 那么购语言中呢 它的函数还支持可变参数 那么可变参数我们顾名思议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的数量 实际上是可以发生改变的 那么著名的就是我们 总是使用的 FMT中的那个Print F 那么Print F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格式化 那么会随着我们格式化中 使用的这个百分号的多少 来决定了我们后面的参数 一共有多少个 那么当可变参数的时候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呢 会出现几个点 说明这是一个可变参数 那么说完了这个参数列表 那自然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返回值列表 那么这个返回值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 实际上根据不同的情况 还有所不同 那么第一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购语言的函数 它非常非常的特殊 很多编程语言呢 返回值都是一个 而购语言给我们使用的就是 它可以返回有多个值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也就是我们写了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获取到多个值 那么这多个值呢 我们愿意用 我们就用 不愿意用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匿名变量 作为它的一个返回值也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返回值 它可以是两种情况 第一呢返回值可以是只写 这个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那么也可以是写上变量名 加上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的一个组合 所以呢 回到刚才的这块 那大家来看 我们这个语法格式中呢 我们左边写的这个output1 还有output2 这实际上是两个返回值的变量的名字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变量的名字 可以省略掉 那么我们只写类型1 逗号 类型2 如果我们还要有更多的 我们就用逗号 类型3 等等等等 那么接下来还要再看一点 还有这个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返回值 实际上我们写法更加的简单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返回值 而且我们此处呢 还不去写这个返回值 它的变量名字 也就是只写这个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而不去写这个返回值的 这个变量的名字的话 那么我们甚至还可以将 后面的这个括号给取掉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写返回值的时候 都往往只写这个返回的数据类型 而很少还要再给它起一个变量的名字 好 那么函数体 那么函数体呢 就是我们在定义函数中 最关键的一个代码的集合了 我们主要的逻辑部分 实际上都是在函数体里头 那么它实际上函数 它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代码的重用性嘛 那么我们函数体里头所定义的这些代码集合 那自然就是需要被重复调用的那些代码片段而已 好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讲解一个变量作用域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块讲解函数的过程中 涉及到一个变量作用域呢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由于这个函数才导致了我们的变量存在着有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这么一个称呼 好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作用域 那么作用域呢 其实就是作用范围 但是如果我们并不去说这个作用域到底是变量作用域 还是其他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可以有很多种成分 比如说它是变量的作用域 长量的 类型的 函数的等等等等 这些都涉及到它的作用范围 这统称为作用域 那么对于变量的作用域 在我们的格国语言中呢 我们对于变量定义了几种作用域 第一呢就是局部变量 所谓的局部变量就是在函数内我们定义的变量 还有一种呢就是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呢 那自然就是反之了 函数外我们定义的一个变量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还会把这个形参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参数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一个形参 一个实参 那么我们还会将这个参数呢 作为我们这个变量的一部分 因为为了让大家厘清 实际上我们所定义的参数 依然还是属于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局部变量呢 就是在函数体内什么的变量 它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它的作用域呢 只是在这个函数体内 它是生效的 参数和返回值 这些变量 也都是一些局部变量 那么全部全局变量呢 那自然就是反过来了 在函数体外 我们声明的一个变量 那就是一个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呢 可以在整个的包 甚至在其他的包中 只要你导出了 那自然也可以被使用 全局变量可以在任何函数中使用 那购语言程序中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名称 是可以相同的 我们在之前的案例中也起了 比如说我们全局变量 起了一个叫做NUM的 那么我在局部变量中 再起一个叫NUMNUM 它们是不冲突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记起了一个同样一个名字 作为全局变量 还作为局部变量 那么函数内的这个局部变量 会被优先考虑 那在这块呢 也顺便说一下这个行参 行参呢 也就是一种局部变量 事实上的参数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敲一个案例 然后跟大家能够解释的 就是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它真的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有些不同的 好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GoLine的开发集成环境 然后在第四章 我们New 一个GoFair 那么今天是第四章 我们来敲第一个 那就是DEMO01 好 我们这个案例呢 准备做的就是变量作用域 准备做的就是函数 变量作用域 函数变量作用域 好 我们稍微的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现在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定义几个 我们在这块定义的变量 我们用VAR来定义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一个A1 定个A吧 我们用int等于7 一看这块呢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全局变量 因为全局变量 是不可以通过那种短变量形式来定义的 必须通过VAR关键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定义一个B 比如说这个B呢 我们等于9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定义的过程中 也可以不 那么我们这是一种最标准的一个定义 变量的一种形式 那么事实上 大家来看 这个int 这两个int呢 它变成灰色的 当我们把光标放在这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type can be omitted 那么omitted呢 它是一个被动语 它的一个单词 它指的是被忽略 被省略 也就是说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可以把这两个int 而且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 我们现在在这块加上一个注释 这是定义的一个声明 全局变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块 再来声明几个局部变量 我顺明A B C 三个变量 那我在这块呢 用这种方式 分别给它们复制 10 20 和0 做一下自动排版 接下来我来进行打印 我用print S 好 我这块写上 这调用的这块是 main函数中 A等于 百分号D 我加上一个换行 好 我现在呢 就是输出来 main函数中 这个A 到底是多少 那自然 我是用A来代替了 好 我把这句话复制一下 按control 加上D 那我现在呢 再把这个 B和C 分别都输出出来 因为这个案例 非常的简单 没有太复杂的一个逻辑 那么 我现在希望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在这块输出A B C 这个A B 受不受这个全局变量的影响 它到底输出来的是10 20 C呢 那自然就是0了 因为我们在全局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声明这个C 那么C 貌似我们好理解 那它有可能就直接就是0 那关键是这个A和B 它到底输出来的是12值 还是7和9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